3 2 1 GO 会产生挥发性的硫化物 使口腔出现异味 涂上牙具般的咸饮剂满口红色 代表细菌的暗藏处 一旦口臭细菌太多 人体的免疫力又下降时 容易引发蛀牙 牙周病 甚至细菌还可能随着血液 流入心脏影响凝血的功能 导致中风血酸等心血管的疾病 既然口臭是健康的警训 那该怎么减少口臭的发生 我如果前一天晚上刷牙 跟没有刷牙的病人我去做比较 那隔一个晚上起来之后 我第二天早上我的细菌的量 大概没有刷牙的病人 跟有刷牙的病人的量会差70% 门诊上高达七成的年轻口臭族毫无自觉 于是提醒平日除了靠勤劳的刷牙外 少吃甜食万一有口臭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才能够保持口气的芬芳 不让坏菌有机可乘 有点TV王业军张艺华新北市报道